看 赵哥 拍车了 天天拍新能源 我们拍房子 诶 听这个 看这个 瞅瞅 诶 这才叫车呢 天天拍电子 我怎么好拍 这边没 就那个 啊 这期节目我要是上的就静态开场 我觉得就是对AMG的侮辱 我现在正在驾驶的是一辆奔驰AMG C43 最大马力390匹 最大扭矩520牛米 听不懂 没关系 你只要知道快就可以了 面对百公里加速4.7秒的数据 这样的一个速度 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 如果性能不够强大 谁会在仪表里放这纸表和计时器呢 当你点着火的那一刻 从尾喉就发出了性能车才有的声浪了 这时候就已经可以吸引周围人的眼神了 你再把驾驶模式从舒适调整到运动家 油门会变得更加灵敏 发动机转速升高 避震也会变得更幼 只要轻踩一脚下去 你会发现 随之而来的不仅仅只有速度 还带来了AMG 和美妙音乐 一直以来呢 我都觉得AMG是属于那种特别难驾驭的车型 直到我今天开上了一辆AMG 转向精准 车身姿态呢也非常好控制 不管你是想高速超车还是奔道并线 这辆车呢都可以用很好的支撑性来给你信心 所以我觉得即使是一个妹子来开 她也可以轻松应对 而当你把运动家模式调回到舒适之后 这辆车呢 油门的灵敏度 发动机的转速 包括悬架的软硬 也会让这辆车呢更加适合作为城市代步车型 一辆主打运动的C43 会收敛回更加舒适的C 再配合上ACC自识用巡航 车道保持 HUD抬头显示 柏林直升的音响 你甚至可以骗过你的女票和你的父母 在他们眼中 你一定是一个富家 稳重 成熟的好家 好了 我们终于可以来聊聊这辆车相对低调的一面了 外观和他的大哥C63一样 这辆车呢 你离远了看 不就是一奔驰C吗 但是你要是走过来细品一下 还是奔驰C 轿跑型的奔驰 还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这辆车呢也是采用了Coupé的造型设计 所以呢 从侧面看过去 车身呢非常的修长 再加上这辆车呢 它是一个中型车的车身 再加上两门的设计 和我的身材 还是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的 那么如果说侧面 我们用凹凸有质来形容 车尾可以说就是圆润饱满了 甚至我觉得在车尾这里呢 它能比前脸更彰显性格 尤其是加上了AMG标识 下面的四处排气 虽然并不是真的单边双出 但真正的排气也是左右各一个 声音也是非常好听的 看看后备箱 脚踢感应式的打开方式 其实说实话 我对这种轿车的后备箱呢 是不抱什么希望 但是这辆C43不太一样 可以看到啊 我们已经放好了一个26寸的行李箱 放好之后 往里一推 还有不少的富裕 所以如果说你要平常周末出去玩 装个帐篷设备 然后坐飞机再装几个登机箱 都是没有问题的 啊对了 你要是有女朋友的话呢 她过个生日啊 情人节啊 你也可以再准备一货卫箱的玫瑰 然后一个扫堂腿接单膝跪地 气球原谅 给你们展示一下 一个240斤的胖子是如何优雅的上轿炮 哈哈 你就卖腿 然后你再关 关门 好了啊 咱们接着来说内饰 内饰呢 我个人呢是觉得有几个亮点的 说给你们 你们以后呢自己开AMG 就不要再大军小怪了 首先就是这辆C43的内饰呢 采用的是黑色加上红色缝线 这样一个搭配的设计 显得非常的运动 包括像我系的这个安全带 也都采用了这个红色的设计 整体呢是非常的运动化的 再有就是这个方向盘 又大又粗还不卡肚子 两只手长握的地方呢 还采用了翻毛皮处置 摩擦力更大更好操作 同时呢手感也是非常棒的 还有一个亮点 我觉得就是这个方向盘 两边的这个多功能操作区域 左手呢操作这个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 右手呢来操作12.5英寸的中控 逻辑非常清晰 同时系统的反应速度呢也很快 那么美中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我觉得啊这套车的那个 自带的导航系统不是很好用 但是好在它有这个百度的CarLife 还有苹果的CarPlay 连个手机就能用 还是非常方便的 整体的这个内饰 其实说实话 我个人更喜欢奔驰那个全新的那个大联屏设计 像我们之前拍的那个新A 这辆车如果以后要是也用上 那内饰基本上就是无敌的一个状态 好再来看一下空间啊 这次我就不挤圈挤指的量了 主要来说一下感受 这辆车呢我觉得空间啊 它主要就给了俩地方 一个就是刚才看的后备箱 一个就是前排了 像我这个吨位虽然上车很费劲啊 但是坐进车里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第二排呢 这次我就不打算试了 你们想都不要想让我去试啊 我觉得这第二排就是放个书包 或者是放你家这个小冲屋用的 做人的话呢迫不得已 硬个急也只能这样了 这期视频的标题呢 叫欠自己的青春是时候还了 肯定说的不是我啊 因为我还年轻 没到还的时候呢 这期标题呢是我老板 也就是我们之前偶尔会出镜的南哥 他订的 要说汽车这东西呢真的很神奇啊 这辆车在我这儿 它可能是我的dream car 性能强劲 AMG加持 连奔驰都管它叫城市猎人 但是在南哥那儿呢 可能更多的就是情怀 甚至于说是遗憾了 为什么呢 年轻的时候买不起啊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成家 立业 发极限后移 等到能买得起的时候呢 面对这个柴米油盐酱吐茶 左手家庭 右手事业 对吧 再选车 可能就不会买它了 没办法 它指标就一个 好了 我们就不再提80后们回忆青春了啊 现在呢 年少有为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 趁着年轻 拿下这辆相对接地气的AMG 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呢 你就当你开辆C 周末的时候 可以带着它去跑一跑山 享受一下这个年纪 应该享受的乐趣 回到我们整个节目的主旨 为啥换这车 原因很简单 因为年轻啊 因为年轻啊